其實經常出的,是送分題來的 DSC出過幾次了,所以一定要懂得回答 就是call for unemployment 即是失業的代價 通常問都是問社會的代價 to the society 如果對個人就很少問的,所以你都不提的了 問你呢,都要問你call for unemployment to the society 很容易回答的,每個一分的 但是試過問三個,有些考訊 即是寫了兩個,每個失業一分 我們看到有三個範疇的 第一個就是laws of output 或者laws of GDP 我認為GDP下降,我認為是對的 因為失業,即是用少了薪工人去做事 生產一定會少了 所以你說GDP下降 Output下降,都是給你一分 第二個就是寫其他社經的 政治的問題 會多了social and political problem 例如什麼呢 例如Crime rate會上升 Family problem Political disorder Mental disorder 都多了 或者多了portage 多了示威 因為那些人可能上期失業 對政府不滿 你說這麼多東西呢 其實你寫一個就可以了 都是一分的 重複寫的 都不會多了一分 都是歸類同一類的答案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blem 麻煩你給你 higher crime rate 或者more crime rate 他說more crime 我認為是對的 多了一分 第三個最難寫 你都容易錯 是laws of skills of workers 因為那些工人呢 如果長期失業 他們的技能 技術會差了 因為不是經常是practice 你要講Skilled worker下降 就不要講Skilled worker 數量少了 因為他都是技術勞工 只是技術退步了 所以Skilled worker都在 數量沒有變 是技術差了 第三個 要留意一下 經常問到的 有些考生疑疑疑 一定是不接受的 特別是 government finds so burden 多了 就不是社會的損失 因為政府 可能要援助一些的人 會少了一些收入 稅收 多一些支出 要援助一些人 但這些其實是幫助他們的 所以 政府的 burden 其實失人士 是拿回的 那些失業 整體來說 其實他們都是社會的一份子 失人士 失人士 拿回政府的資助 那整體來說 其實都不是一個代價 而且政府也未必一定要幫助他們 所以未必是有game 有loss的 留意一下 那game for unappoint 就大概抵消了政府的損失 雖然政府的稅收會多了 少了 有多些 expenditure 但是那些失人士 拿回這些東西 而失人士 都不用加這麼多稅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加上那些失人士 和那些政府 政府 政府 社會 都在社會裡面 所有的 social cost 我們就不能說少了 或者多了 這個一定不好寫 因為一定不給分的 所以下面的項目 以前的marking scheme 都是不給分 decrease in productivity 他說生產力下降 那生產力未必下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請 我們講一量 請了那些人 因為我們自然 那麽多人 可以選擇 一定選擇 skill workers 請的 所以用那些skill workers 的生產力 反而會上升 就未必下降 說loss labor 不是下降 就是找到工作 做而已 decrease in different standards 都不給 留意一下 因為不是代表 那個地方 那個GDP 一定 我們講GDP 是除了贏頭的 還有這個是講個型的 就不是整個社會 說增加政府的 burden 都不給 social burden 你都不給 所以千萬不要寫這些 point 留意一下 你一定看到這三個 因為出到 就給你三分 你拿不到就吃底 因為每個人都認識的 如果我們試一下做 兩條MC 都知道哪些給 哪些不給 這裡會考的題目 兩條都是會考的 問你哪一個 possible laws to society cost by unemployment 那你最少選兩個 最多選三個 一 more government spending on public security due to high crime rate high crime rate 就是這樣的 但是政府 政府多一點 多一點 spending 都對的 留意一下 還有這個 就不是幫助 那些失人士 是按 public security 原因產生的 最主要原因是 crime rate 多了 所以這個都是當一個 social cause 第二 more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given to by 這個就不接受 因為你失業援助 給政府 其實失人士 拿回的 所以他們都是社會的一份子 所以就不當社會的loss 還有這個傳統地 也不算 所以二不對 就千萬不要選二 就是 BCD都不對 所以大約一定是A 那三 Lower output level 就是少人做事 四 Lower cost of living 就不對 Cost of living 是用Pi-7量度的 Pi-7量度上升 Cost of living上升 因為失業 失業多了 unemployment 就不會影響Cost of living 所以四一定錯 所以大約就是A 1和3 不過很多人以為2都對 就選了1、2、3 所以小心一點 所以找Pi-7量度 從中 都知道 你問什麼題目 以及哪些大約是正確 所以找多些Pi-7量度 所以找多些Pi-7量度 對面第二條 unemployment is caused to society 哪個對 其實也是常問的 A 就說employed will pay more tax 這個不是cause 整個社會是cause B B Potential GDP before Potential GDP沒有跌到的 留意一下 也不是cause 因為我們計算所有 用了所有的資源 包括Labor Force Labor 可以做到最多的GDP 例如Full Appointment GDP 是時候學的 或者學了 其實是沒有跌到的 因為只要沒有用到 但是用了它 都做到Potential GDP 所以不是一個最好大的 C 就是View Output Economy Before 對 因為現在做少許工人 做事 總產量一定跌 所以答案就是C D Unemployed Benefit is a Burden to Society 說明這個不是cause unappointment to the society 因為那些失業管座是一個Burden 但其實不是Burden 因為其實都是給那些失人士的 那些失人士拿回的 留意一下 我們都不放在社會的 所以答案就是C 所以千萬不要選 經常都有一個unappoint benefit 在Social Burden 那裡給你選 專門誤導的那些考生 去選這個答案 所以你留意一下 好了 講完這個Cost of Unemployment 我們用Demand Supply Model 分析Cost of Unemployment